立位纪第十三章 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 如果有人在皮肉上生了瘤或险或火斑 后来皮肉变成了大麻风病症 就要把它带到一个做祭司的亚伦子孙那里 祭司要查看皮肉上的病症 如果患处的毛已经变白 病症的现象又伸透皮下的肉 就是大麻风病症 祭司发现这样就要宣布它为不洁净 火斑若是在他的皮肉上发白 但没有伸透皮肤的现象 上面的毛也没有变白 祭司就要把患者隔离七天 到了第七天 祭司要查看他 如果看见病情止住了 皮上的患处没有蔓延 祭司还要把它再隔离七天 到了第七天 祭司要再查看他 如果看见患处色泽变淡 也没有在皮上蔓延 祭司就要宣布它为洁净 这不过是险 他洗净衣服就得洁净了 但是祭司查看 宣布他洁净以后 险若是在皮上蔓延 他就要再次给祭司查看 祭司要查看他 如果发现险在皮上蔓延了 祭司就要宣布它为不洁净 这是大麻风 如果有人感染到大麻风 就要带他到祭司那里 祭司要查看 如果发现皮上有白色浮肿 毛已经变白 换出的肉红肿 这就是皮肉上的潜伏性麻风病发作 祭司要宣布它为不洁净 不必隔离观察 因为它已经不洁净 如果祭司认为麻风病已在皮上蔓延 从头到脚 遮满了患病者全身的皮 那么祭司就要查看 如果看见麻风布满了他的全身 祭司就要宣布那患病者为洁净 因为全身变白就算是洁净 但他身上什么时候出现红肿的肉 他就成为不洁净 祭司发现那红肿的肉 就要宣布它为不洁净 红肿的肉原来是不洁净的 是麻风病 但红肿的肉若是再复原 又变成白 他就要到祭司那里 祭司要查看 如果看见患处变白了 祭司就要宣布那患病者为洁净的 他就洁净了 人若是在皮肉上生了窗 已经医好了 但在长窗之处又起了白色浮种 或是白中带红的伙伴 他就要给祭司查看 祭司要查看 如果发现有渗透皮肤的现象 上面的毛也变白了 祭司就要宣布它为不洁净 这就是在窗中发作出来的麻风病 但如果祭司查看病情 看见上面没有白毛 也没有伸透皮肤 只是发暗而已 祭司就要把它隔离七天 如果在皮肤上蔓延 祭司就要宣布它为不洁净 这就是麻风病 火斑若是在原处止住 没有蔓延 就是窗的疤痕 祭司就要宣布它为洁净 如果人的皮肉发炎 发炎红肿的肉成了火斑 白中带红或是纯白 祭司就要查看病情 如果发现火斑中的毛变白了 又有伸透皮肤的现象 这就是从发炎发作出来的麻风病 祭司就要宣布它为不洁净 这是麻风病 但如果祭司查看病情 看见火斑中没有白毛 也没有伸透皮肤 只是发暗而已 祭司就要把它隔离七天 到了第七天 祭司要查看 火斑若是在皮上蔓延 祭司就要宣布它为不洁净 这是麻风病 火斑若是在原处止住 没有在皮上蔓延 只是发暗而已 这是发炎肿瘤 祭司就要宣布它为洁净 因为这只是发炎的疤痕 无论男女 如果在头上或是胡须上受到感染 祭司要查看那病 如果发现有伸透皮肤的现象 而且还有黄色细毛 祭司就要宣布它为不洁净 这是赖粒 是头上或是胡须上的麻风病 祭司查看赖粒的患处 如果看见没有伸透皮肤的现象 那里也没有黑毛 祭司就要把那患赖粒的人隔离七天 到了第七天 祭司要查看患处 如果看见赖粒没有蔓延 那里也没有黄毛 赖粒也没有伸透皮肤的现象 那人就要替去虚法 换赖粒的地方却不可替 祭司要把那换赖粒的人再隔离七天 到了第七天 祭司要再查看那赖粒 如果看见赖粒在皮上没有蔓延 也没有伸透皮肤的现象 祭司就要宣布它为洁净 它洗净衣服就洁净了 但是它得洁净以后 赖粒若是在皮上蔓延 祭司就要查看 如果发现赖粒在皮上蔓延 祭司不必找黄毛 它已经不洁净 如果祭司认为赖粒已经止住 那里也长了黑毛 赖粒已经痊愈 那人就洁净了 祭司要宣布它为洁净 无论男女皮肉上若是起了斑点 白色的斑点 祭司就要查看 如果发现斑点在皮肉上呈灰白色 这是皮肤出疹 那人是洁净的 人的头发若是掉下了 只不过是秃头 还是洁净的 人的头顶上若是掉下了头发 只不过是秃额 它还是洁净的 但是头顶突处或是额前突处 若有白中带红的病症 这就是麻风病 在它的头顶突处或是额前处发作 祭司就要查看 如果发现在他头顶突处或是额前突处 有白中带红的浮肿病症 像皮肉上麻风病的现象 那人就是患了麻风病 旧不洁净 祭司要宣布它为不洁净 那人头上染了麻风 身上患有麻风病的人 要撕裂自己的衣服 劈头散发 遮盖上传喊叫 不洁净 不洁净 在他患病的日子里 他是不洁净的 他既然不洁净 就要独居 住在营外 染了麻风病的衣服 无论是羊毛衣服 或是麻布衣服 不论是边节的 或是纺织的 是麻布的 或是羊毛的 是皮子 或是皮子做成的 任何物件 病症 若是在衣服 或皮子 边节物 或纺织物 或任何皮子 做成的器具上 发绿或发红 那就是发霉的现象 要给祭司查看 祭司要查看那现象 把染了病症之物 隔离七天 到了第七天 祭司要查看那病症 如果那病症在衣服 边节物 纺织物 皮子 或是任何皮子 做成的物件上蔓延 这就是玩恶的霉 那件物件 就不洁净了 染上病症的衣服 无论是边节的 或是纺织的 是羊毛 或是麻布 或任何皮子做的物件 都要烧掉 因为那是玩恶的霉 所以要用火烧掉 但如果祭司查看病症 在衣服 边节物 纺织物 或是皮子做的任何物件上 没有蔓延 祭司就要吩咐人把它洗净 然后再隔离七天 洗净以后 祭司要查看 如果看见那病症 没有转变 虽然没有蔓延 那物件仍是不洁净 要用火把它烧掉 因为里外都腐蚀了 但如果祭司查看的时候 看见它洗净以后 色泽暗淡了 就要把那部分 从衣服 或是皮子 边节物 或纺织物上撕下来 如果病症 在出现在剩下的衣服 边节物 纺织物 或任何皮子做的物件上 那就是病症仍然发作 染了病症的物件 要用火烧掉 如果病症离开了 经过洗净 剩下的衣服 无论边节的 或是纺织的 或任何皮子做的物件 只要再洗一次 就洁净了 以上是与羊毛衣服 或是麻布衣服 边节的 或纺织的 或任何皮子做的物件 有关的发霉律力 可以断定洁净 或是不洁净 这个根不洁净 颜 눈 今天又可以继续 留下一 BERNES